Hello大家好,这里是飞行专家王记长YouTube官方频道 这回再给大家看个神机组,也就是跨越空运航空671号班机事故 1992年3月31日,一架波音707载着游警设备供38吨的货物正在卢森堡机场滑行 准备执行飞往尼日利亚卡诺的跨越空运671号班机任务 本资航班的这架飞机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没听说过波音707 这是波音在1958-1979年研制的一款中型长航程窄体四发喷气科技 是波音的第一款喷气科技,也是全球首款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喷气科技 它的出现意味着波音7X7时代的到来 本次航班这架波音707机灵已经28年了 在1964年就制造了,并且最初交付给了泛美航空 之后这架飞机换过好几回主人,目前它是卡帛航空 失足给跨越空运进行运营 这里说到一个新词叫失足,以后有机会给大家讲讲 这个航空界的专有词语 本次航班的机组经验十分丰富 机长总共有26000小时的飞行经验 副甲也有14000小时,曾经还干过空管 除此之外,飞机上还有其他三位工作人员 飞机准备就绪,一切正常就按时起飞了 爬上途中也没发生什么值得注意的事 但是天气开始变得恶化了 这是阿尔卑斯山脉上空,天气经常出状况 飞机开始颠簸,于是机组决定爬升到33000英尺 大约1万米的高度 结果就在飞机飞到32000英尺约和9800米的时候 飞机突然出现了剧烈的颠簸 并伴有响亮的砰砰两声 飞机随后开始向右滚动 机长演技手快抓住操作杆就往反方向掰 此时驾驶舱里的3号4号引擎火灾警报也出现了 飞行工程师立刻开始处理 然后副驾扭头从窗户那往发动机方向看了一眼 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了一跳啊 我操,我4号发动机呢 事不宜迟,机组马上向空管求救 此时飞机也几乎进入了失控状态,朝着地面坠去 大家不要觉得,这喷气客机不是只有一个引擎就能维持飞行吗 这掉了一个也可能两个,剩下的俩不还能用吗 甚至还减轻重量了,更好飞了 其实不是啊,掉了俩引擎,整个飞机构型都出问题了 重量是减轻了,关键都是一边啊 那整个飞机就很不平衡了,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不过幸好咱们经验丰富的机长暂时稳定住了飞机 这会儿天气恶劣,看不到窗外的情况 飞机的应答机也失效了 空管看不到他们,现在等于是两眼一抹黑啊 这会儿,副驾拿起相机给机翼上掉落引擎的位置拍了张照 他这会儿就想着这活不成了,至少还有个生前一项 到时候能给调查人员指明方向 此时飞行工程师把应答机的供电改到了正常运行的一号引擎 地面终于看见了这架飞机的位置 空管也可以引导他们紧急降落了 空管指示他们前往就近的马赛机场降落 此时飞机也终于冲出了云层,机组成熟一口气 副驾再去看了一眼受损位置 刚输的那口气又冲回去了 好家伙原来是掉了俩引擎啊 机组直接震惊 飞机又成了波音盘进身房了 机长使出全身力气拧操动杆左转 终于飞机朝向机场飞去 为了不让飞机过重再次失控以及更好的落地 机组决定放掉多余的燃油 目前飞机还是比较快的 机长收了点油门 结果发现飞机不受控制的下降率更大了 放油也出了点故障 马赛机场的天气状况也不好 而且距离还比较长 机组一想完蛋 这不BBQ了吗 飞机很难撑过去 就算过去了也不一定能降落 这还有啥玩意义吗 正当他们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候 副驾突然发现 前面那是个啥 那不就是个跑道吗 机组赶紧联系空管 空管说哦 那是个空军基地 并且跑道长度有13000英尺 越合4000米 因为这还是个航天飞机的应急降落场 这不山城水赴一乌路流暗花明又一村了吗 机组当即决定就在这里降落 放轮放金翼 放的倒是没问题 结果一放金翼 金翼直接烧起来了 并且也错过了跑道 机组不得不绕个圈准备在对向降落 转向过程也是精心动魄 机长都拽的没劲了 这会儿副驾灵机移动 再次使用了发动机差速控制大法 就这样精心动魄的时刻就到了 飞机只能用紧急刹车 反推也用不了 速度还那么高 冲出了跑道 但最终飞机平稳的停在了草地里 迫降成功了 机上5人全部幸免于难 这是航空使身的又一个奇迹 事故调查就发现了 两台发动机脱落是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为什么会掉呢 3号发动机固定在机翼上的挂架 出现了金属疲劳裂纹 3号发动机一掉 把4号的也给直接撞掉了 那这金属疲劳为啥没被发现呢 原来是当时要求对此定期检查的试行指令 在技术上无法剪出疲劳裂纹 针对此次事故 法国民航安全调查分析局要求修改检查程序 并对空管进行应急情况的培训 机组教科书版的操作是迫降成功的原因 他们获得了应有的荣誉 然而飞机因为机翼烧毁 最终进行了报废处理 好的 那这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订阅并开启推送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其他影片了 这里是飞行专家我机长 那我们下期再见